我们生产的药品 就是事业制品本身 它是最主要的原料 是原料血浆 我们原料血浆在下属的单材血浆站采集之后 运到我们企业 经过各级检测 检测合格之后 还要等待60天的检疫期 管理合格之后 那这个血浆才能进行投浆 我们现在一皮投浆投进去 会产出大概14000瓶左右的人血白蛋白 11000瓶左右的净助人面预求蛋白 然后对于人白和净饼来讲 不管是哪一种药品 在临床重重救治方面 都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我们公司现在实际上是从4月1号开始 就封闭 浦西这边封闭管理之后 我们的人有30多个员工就一直封闭进来 维持我们整个厂区的设备 公用系统的基本运行 也是为了能够全面恢复复工复产的工作 做一个基本的运行保障 现在其实基本条件是具备的 目前我们血浆产品这些物流已经恢复了 其他方面也在做陆续的协调和解决 这个恢复当中是这样 现在最主要的问题还是人员的解封 目前是进行一个血浆检测的项目 还有一个就是工艺用水 还有一个环境监测 就是陆续我们会先上 因为首先你如果是进入投产的话 首先要保证我们的工艺用水和环境监测符合要求 然后我们才会陆续的就是复工投产 我们这里是水浆检测的实验室 就检测就是古兵转而美的那个项目现在 现在因为就是目前人不多 只能检测先检测这一个项目 现在有接近40个人 我们全员是337人 如果是进来封闭生产的话 是最少要205人就全面能够恢复 正常复工复产就意味着我们产品能够正常生产 能够尽快上市 那尽快应用于临床使用 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们觉得是复工复产越快越好 因为血液制品在近几年 国内市场基本上都是供不应求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越早越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